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林处长也在 我很赞同林处长的这句话 我们不止为环保而放弃发展 也不是不顾成本 一味地想着扩建机场 香港需要的不是三跑 而是第三条出路 那么就说针对第三条出路这样的一个命题 我做了一下节思考 希望这些思考能给我们香港航空的发展 带来一定的启迪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最后要回答 香港真的需要第三条跑道吗 好 其实众所说之 在2001年的时候 珠三角地区的五大机场 已经在思考如何去协同发展 成立了一个叫 大珠三角地区五机场主席会议的机制 在讨论 珠三角地区五大机场 如何来协同发展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整个会议的成效是十分有限 各方往往只停留在所谓的理念的一个阶段 而缺乏很多实质性操作的局面 这种轮动现在我们其实还没有完整地看到 原因是什么 很简单 珠三角有限的空域和日渐增加的 航班时刻需求的矛盾 这个矛盾现在看来是 不可调和的矛盾 每个机场本身 每个机场的管理者的主体 他都在思考如何将自己发展壮大 那么当每一个都在发展壮大的时候 就会存在一个 每一个个体的最优 就形成了某一个区域的 很重 很不可解决的矛盾 如何克解这个难题 我们提出了一个理念性的部分 建议相关机场的管理者 应急于运用协同的新思维 思考 开创 共赢的新模式 那么就这共赢的新模式呢 我们在这儿做一个系统的展示 我将分为这样的五大部分 来跟大家分享我对新模式的一些思考 第一点 珠三角五大机场的现状 构极战略的谎论 好 我们众所周知 珠三角 这样的一块很小的 十八点一半平方公里的地方 坐落着这样的众多的机场 五大机场我们都熟知的 其实还有呢 佛山 14年通航的惠州机场 这两个机场是居民合用的 另外还有珠海的九州 和深圳南投两个支撑机场 以及陈村的军用机场 当然我们这里把珠三角的一个划分 是划分在这样的一个区度上 而并不是我们说的珠三角十二个机场 而是在这样一个密集区域 具有这么多的 那么很明显 珠三角是全国乃是全球机场密 流量大 空域複达的区域 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中 如何谋求各个机场主体的发展呢 那么我们专门为这次会议准备了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们做了2014年珠三角五大机场的数据的统计 五大机场的飞行区等级 现有的跑道数量 截止到这其实应该是截止到15年了 白军机场的三跑是15年运行的 那么这是大队运输量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广州 深圳 深圳和香港 两极为巨大 但是在珠海和澳本 其实很多的资源还没有充分的发挥 我们再对比一下 珠三角五大机场的战略 大家都是怎么给自己定位 广州机场根据国家的十二 十二规划 要发展为国家级门户机场和国际航空出纽 这是国家推特定位 发展为中国重要的三大门户机场 深圳机场呢 它的定位是区域型航空出纽 及南中国的货运门户 珠海机场呢 我们最近看的珠海的两会 那么市委书记说了 未来要发展为珠江口岸 对珠江口西岸的枢纽机场 香港机场以示国际枢纽 并力争保持其优势地位 澳门机场成为连接澳门连接世界的桥梁 那么用这样的五大机场的战略清单 我们不难发现 其中有四个机场都要定位枢纽 那么什么是枢纽呢 枢纽想必就一定要需要什么 需要增加航班量 需要增加通航程式 虽然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基于各自发展诉求的分立式的战略目标 是珠三角航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既然从管理者最顶层的想法是这样的 那么发展的路径也必然是一个矛盾的 也显然是完全走不通的 那我们再看看一下珠三角航空体系协同发展的思路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珠三角的航空市场需求 根据阿亚塔国际航空运协会的预测 随着珠三角经济的发展 预计到2020年客货预出量将达到2.33亿人次 货预量达到1000万 到2030年客货预出量分别是3.87和2000万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珠三角地区它是一个一体化的部分 它的经济联系已经趋向于完整的一个体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建议五大机场应变现在的竞争为合作 发挥各自优势 实现已有限空域和最小的投入 满足未来市场增量的需求 那我们再细分一下 珠三角的五大机场其实是有四个主体的 这也是很明显的中国大陆的特色 咱广东省 深圳机场是属于深圳机场集团的 而不是广东省机场集团 这样我们可以分为这样的四大主体 其实虽然是一国两制对于珠三角共同市场是有所分割的 这是显然的 但随着港澳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加强 特别是刚刚破批的广东自贸区 可以预见 这种人为的市场隔离 其实必将是有望打破的 现在整个大陆发展的思路是打破各种的人为之间的框架 比如说金金济一体化 其实就是打破原有功能的一种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 我们提出日趋统一的珠三角航空客户运输市场 其实其实需要构筑一个全新的 可行的高效 珠三角航空体系之项匹配 那么这种体系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这种体系 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第一个空域是有限的 空域就是那么大 下面我们多少条跑到航站楼的数量多少 我们是可以用资金来建设的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将空域扩大 我们不可能宅一千个亿 来把我们的空域扩大一倍 可能绝对我们这是物理的限制 还有管理的多元化 就涉及到了这种很难去协调 市场的分割这些都是现实 怎么突破 我们想的办法没有协同 那么基于这样 我们提出了珠三角协同航空体系 我把这个体系主要描述为这样的几个特征 第一个它的目标是 珠三角整体航空资源最优化配置 而不是现有的 自己想自己的 发展的基础是 五大机场现有的相对优势资源 方法是 增强珠三角在全球航空资源的聚集能力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乡辆机上的全球经营力 广东机场 广州机场的全球经营力 而是珠三角航空资源在全球的经营力 这是我们最终的复权 越境是建立起珠三角和区域外高校低成本的航空客户运输网络 那么对于珠三角航空体系的实现路径 既然图画在那儿 园景画在那儿了 如何来实现呢 想必大家更关心这个 我们在这里面呢 做了一定的设计 如何实现 如何将宏伟的蓝图变为现实 我们要回答这样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资本层面怎么操作 战略层面怎么操作 技术层面怎么操作 关于时间路径 我从这三个层面分别予以解答 通过股权安排推动多方的利益趋同 什么叫做通过股权安排推动多方的利益趋同呢 我们大胆的想象 我提出了两个计划 第一个计划是 五大机场的四大 四个管理主体 可以实现 在现有政策许可的范围内 通过适当的机场股权之外 将各自经历 加以最大限度的趋同操作 其实只有大家的经济利益 是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的行动才可能是趋于 大家是可协调的 而不是说 我切了深圳机场的蛋糕 来做大我乡马的蛋糕 也不可能是我切了广州机场的蛋糕 做大深圳的蛋糕 是不可能这样的 这也是不符合逻辑的 那么我们在更大一步 更大一步层次的设想是什么呢 探讨成立由四方共同注入 五大机场的核心资源 据混合所有制形式的 珠三角机场的 珠三角机场管理集团 以统一的经济主体 推进统一市场资源的合理整合 当然跑出这种想法 当然是更适合珠三角机场 资源整合计划的 目前据我们所知 大陆方面也正积极地推动 混合所有制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建成 特别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 这种的机制是有可实行的 政策的允许程度的 预期的效果是 促成五大机场间 务实项目的开展 强化彼此的合作关系 并落化竞争关系 只有在利益方面 分配的机制 大家谈明白了 下面的行动 其实才是可以向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的 我们的诉求是什么 不就是让珠三角的 所有的客户资源 享受到更优质的航空客户服务吗 第二个 放层面 我们通过战略的载定位 对多方的发展进行协谱 比如说广州 以这样的一个思路 我们可以设计为 强化其国内运输的优势 开通更多的国内外航线 打造珠三角的国内客户门户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其实三大门户 国际航班最少的就是广州 为什么广州少 第一个 可能航权没有给到 另外一个就是市场严肃 我们可以看一下 同样为大陆门户机场的 北京和上海 它周边的市场 是根本没有大型国际机场 直向竞争的 而广州呢 香港在 第二 香港机场 应强化其国际枢纽的优势 拓展更多的国际航点 达到珠三角的国际客户运输门户 比如说我们谈到这样的问题 南方航空的A380 一直想飞远航线 飞不了 为什么 南航没有航权 是吗 但是我们现在考虑到 香港这样的其实有很多的航线 需要更大的机型来飞的 但是可能我们所租地的航公司 没有大的飞机 是吗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可以实现整个珠三角航空资源的协同 包括航权的 在某种情况下的协同的话 其实是可以办到 让航公司 还有机场 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客户的消费率 达到利益的最大 深圳机场可以 应强化其高新技术企业密集 临近香港的优势 达到租三角的航空货源的能够 事实上其实我们的很多货源 香港现在很多货源也来自于大陆地区 是吗 那这样的运输成本 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交通再来压力的 如果可以将利益趋同化的话 直接从深圳 珠海机场强化其航空会展 通航制造和飞机维修等产业的优势 打造航空辅助产业的基地 而澳门机场呢 可以发挥其擅长谷雨优势的方面 发展拉美及欧洲的谷雨的航线 预期的效果是什么 形成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 错位式护股发展战略 将现行的共输的竞争 转化为可持续的共赢的合作 那么大家想了 你设计的想法很好 怎么实现呢 现在技术其实已经达到了 通过高铁网头实现珠三角机场共享 珠三角的高速铁路网络日真白善 使五大机场的优势资源共享成为可能 我们大胆地使用 做了一个假定 这是几大机场的位置 我们假定可以用高铁 做一个珠三角机场的东线 连接广州深圳和香港机场 也可以设计另外的一个连接的 珠三角机场的高铁西线 连接广州珠海和澳门 中间我们用港珠澳大桥将其连接 这样其实就可以将五大机场开创性的给它联合起来 实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我们的珠三角高铁运输 机场高铁运输系统 它前往我们可以实现 前往港澳的大陆旅客和国际中转旅客 可以由广州深圳珠海机场落地乘高铁前往港澳 这样可以释放我们很多起降的资源 比如说我们现在香港飞大陆二三线城市的航班 往往都是用窄体机来执行的 因为它们单时间的客源没有那么大 如果可以达到这样整合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把窄体资源起降的时候让得出来 做宽地机 这样整个机场的旅客动作量 在现有的跑道的承载载荷下可以进一步获得 第二 那么前往大陆的港澳和国际人士 可以乘坐高铁抵达广州深圳 前往大陆的公地城市 这样也可以丰富它的资源 最终形成 达成珠三角机场的航权 航班旅客的充分共享 宏观上实现珠三角机场的核武威力 这是我们的一个设想 那么通过这样的三个层面 我们就解释了珠三角机场航空协同体系 是如何来搭建的 当然不只有航空的事 那么除了以上我们硬件的对接之外 其实还需要软件的连空 我们也知道很多民航领域并非民航的事 我们大胆提出这样的几个设想 实行统一的航班中转协议 通过协调海关边防等各部门 尝试推出珠三角的统一的国际中转区 这样其实是可以打通的 第二 实行统一的服务流程和质量控制标准 落实推出珠三角的共享机场计划 我们其实落的是广州 但是这个飞机 我们到的目的是广州和国外 但是我们可以先到香港通过高铁 让旅客从广州出湾 这其实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 第三 推进服务外包领域 采取统一集中的发飙采购 共同降低各资的运营成本 还有包括主定资金技术 管理和人才的全项务动 那么我们这样的体系远期目标是 共同提升珠三角机场的 全球综合机场的竞争能力 而不是只比一个机场 为保障珠三角地区经历快速发展 提供高效的航空运输的解决方案 那么我们再具体一下谈一下 香港航空发展 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 或者说我们希望用大智慧来思考 香港航空发展的问题 我们讲一下大陆的一些关于机场建设项目的启示 大陆城市多 机场多 大家都在见 是吧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矛盾 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怪的现象 发展决策不是来源于市场需求 而是来自于某种地域性力量合一的结果 这可能是我们大家所谓的大陆不是特别民主 不是特别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个 但是事实上 问题在于 坚持了狭隘的地域性思维方式 他只是个省长 他只是个市长 他当然只想自己市或自己省的GDP 而不会放到更高的层 不考虑最整体的最多 一味的只是追求建大机场 建枢纽 等不借实际的目标 这一点确实是这样 广泛存在 我们分析一个案例 那么刚刚建成的广州机场第三跑道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听到这样的一个新闻 可能是也是由于大陆的两会期间 这些新闻我们大家懂的是吧 现在游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两个航空公司的飞机 出现了在机场的一个接近的问题 这是一个示意图 我也不想讲的太明确 因为一个三跑是由广州机场的第三跑道 为什么 它的建设 我们看一下 它的落成 其实计划是要增加很多的航排量 这跑道计划是可以同时满足汽车降落 但是于空域的问题 和佛山机场直接冲突 造成现在的使用 广州机场的三跑只能是用于降落 第二跑道用于起飞 那么现在横博出的资源是多少呢 每天只增加了十个起样航排 广州的第三跑道 投了多少钱呢 可能也有人思考过啊 那么等我三跑建设了 昆域可能就解决了 但目前我们看到其实还没有解决 并且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因为三跑落地的飞机 是需要穿过第二跑道 报航带往几套 那么这个冲突 虽然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方式在避免 但是这种冲突真的是发生了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啊 其实看似目前看似分歧 是否建第三跑道 怎么建第三跑道的问题 其实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个 应以什么思维去判断第三跑道价值的问题 我前面所讲的珠三角协同 其实我是给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的思考 其实是这样的 对于航空业的 其实我也是找航空业的 我们关注的人嘛 是民航发展对于经济层面的贡献 它的正眼 想必香港的航空从业者也是 怎么思考 把香港机场对于香港机会的贡献更大 而作为社会工作人士 关注的是什么 想必是跟他们切连相关的 生态层面的副家人 但这些不同点是什么 其实都是将三跑 置于香港而非珠三角 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同看 最后我建议呢 香港航空的发展需要更大的社会 需要超港域探索 问题的解决的思路 思路是什么 我们前面已经做了一定的思考 那么香港机管局 作为全球管理能力至高的航空业者 理应半年好 倡导践行和引领 构筑多方共赢的 珠三角协同航空体系的重要的角色 珠三角需要香港的引领 而香港也需要珠三角的纵持 无论珠三角协同体系是否可行 当然这是从我一个很学术的角度来考虑 很多航空业者OK 这不行 当然也不行 从更细节的角度 但是这个方向 是否大家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想一想的 但珠三角机场的创新合作空间 其实是广阔的 而且种种迹象表明 跨越港澳区域的航空资源整合 其实不是不可能的 大陆也在进行改革 很多的方式也在往市场化转变 当市场化和市场化对接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新的 原来不可行的 现在就可行 珠三角机场美好的明天 取悦于其管理者今天的物质行动 并尝协同思维创新共赢的模式 将可以期待着现实路径 最后衷心祝福 香港民营行业大发展 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夫人》 谢谢 準Commun 谢谢大家